在經濟委員會就排了這個議程要來審這個動物保護法 那麼我們今天呢最主要的就是要來談這個骨瘦夾 在台灣非常的泛濫四處可見 會有叫小三或像正義他們叫阿三哥 都代表都是有個三角貓和三角狗 那我們沒看到這木在角落裡活活的折磨痛死 一兩個月的這種不計其數 然後所以動物的議題永遠是那個輕然後這個可以緩的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而且非常急的 因為它很容易被起雲忌訴 它其實這些新聞就蓋掉了 一百件的救援案件 我跟你講五瘦腳就砸得起時間 你知道高雄市多離譜 像我們高雄市連最基本的 你像那個錢鎮國小 他們的廚房裡面 他們為了要抓貓 他們公然放骨瘦夾 你知道高雄市的青年夜市 那是每個人在走的 他們也是很光明正常 那就是賣那個水果灘的收灘以後 就在上面放捕獸甲 那我只能講說我們真的救部啊 你像一隻貓如果夾到捕獸甲 我跟你講它已經沒有在外面陌生的能力了 因為它已經爬不快了 它可能會被瀏覽狗咬 被追 它只有死路一條 那你今天狗被抓 被夾到 幸運的話就被我們救去 可是它就是要截肢 不幸運的話抓不到 它可能就到潰爛死掉 英年在台北是超過三十幾個 英年在台北超過的 到那個西子那邊的 房屬流浪動物的一個醫院的 他們可能一個禮拜 至少會見到一隻狗 還是一隻貓咪 像這個 他們會把這個釘在一個地方 然後被駕到過 就是那個動物釘在那邊 然後他們會用打死的方式 還是就是擺著它在那邊 都到它二十這樣子 在山上像深坑 心殿那邊 有一些農夫 其實那邊的地 應該不能種東西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去圍起來了 就不合法 你看到就被拔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圍起來 他們就有這個 他們覺得說 有一隻狗被夾到 其他的看到 就以後不會進去 沒有這些話 狗狗不會在那邊穿話 就說那邊有不收腳 不要過去的 這不可能的事 那我們面對就是我們生活中 一直有大量的動物 然後遭受這麼巨大的痛苦 我們可以不做任何事的話 我覺得我們的社會的價值觀是生病的 動保團體和我也曾經找過 就是我們的警政單位 是不是能夠加強警力 來做這個整個捕獸甲 能夠掃除的動作 但是大家也知道說 台灣的警力其實是非常不足的 尤其是他們又散落在各地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形底下 其實我們覺得應該要從源頭去管制 才是最根本的辦法 因為在台灣 像這樣子的一種捕獸甲 其實是非常容易四處就可以買得到了 那麼它其實是非常危險的凶器 在沒有任何的一個有效的規範的情形底下 不只是我們一般的動物 包括流浪犬、流浪貓 還有我們在山裡頭有很多的保育類的動物 都不斷地受到這些捕獸甲的傷害 甚至於因為它沒有做一個有效的規範 那麼很多的人 譬如說我們現在很喜歡去郊遊、踏青、登山 甚至於我說了在一般的這個都市 我們居住的這個住宅區 甚至於都有捕獸甲的存在 也變成對我們的人身安全一個很重大的威脅 所以我們今天修法就是希望就是說 把這個捕獸甲列為管制 在製造、販賣、陳列跟輸出入的部分 都必須要經過許可 而不是像現在隨處可見 到處都可以買得到 這麼的容易 很重要的要求就是野生動物 因為野生動物大部分都在身上 我們其實不容易看得到 但是不看到不意味著沒有任何威脅 比如說我所合上的這張 保育類野生動物又換 那另外甚至是我自己長年研究的 台灣黑熊 那我自己在玉山國家公園 捕捉、細放15隻台灣黑熊 15隻裡面就有8隻是斷手斷腳的 前面有一個很大的夾子 那個就是山豬夾 那這些我所追蹤的動物 黑熊其實時常不是獵人故意要去抓牠 而是這些夾子是為了抓山豬、抓水陸 然後熊經過的時候其實不小心就被抓到了 所以這種情況其實在山上 其實也是很常見的 不是只有在淺山地區而已 但是這個其實要是一旦被套到了 這時常是抓山腔跟抓山羊 那動物會掙扎 一掙扎就越掙扎越緊 那就會壞壞死 那這種情況其實在我們談動物福利的時候 其實這種挖牙舍、釣鎖 其實也應該是大家需要關注的 要是明天不能很順利的話 我會隨便輕易的一張千人鈔 就可以買到二、三十個捕售夾 我會放滿在他們辦公室的門口 大樓門口 不是要夾這些主管、機關單位的人 而是讓牠們面對一次 我們所有的山裡的動物 或是城市裡的動物 牠們天天面對的處境 那明天的修法只是一個第一步 我們希望從源頭來把它做一個管制 但是更重要的恐怕是 我們國人的剛剛講到的 對生命的尊重 對動物保護的這種觀念的一個培植 其實才是最根本的 正本清源之道